说到德云社业务能力极好的几位捧根演员 或许有人想到于谦或者孙悦 有一个人业务能力不输于谦 却因为搭档档期太满 只能每天到小剧场说单口相声和评书 这个人就是少班主郭麒麟的搭档颜鹤翔 郭麒麟和颜鹤翔早几年的时候 参加欢乐喜剧人被观众熟知 同时郭德高还专门为儿子准备了少帅出征的巡演 一时之间颜鹤翔成为了整个德云社最幸运的捧根 太子伴独却突然变成了寡妇失业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不出两年 颜鹤翔就会成为像于谦孙悦这样的知名度高的捧根时 太子伴独却突然变成了寡妇失业 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少班主郭麒麟突然心血来潮 挽起了跨界 还在娱乐圈里混得风生水起 这样一来 郭麒麟像之前一样说相声的时间越来越少 他本人说自从风香之后 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演出过 前段时间在团宗里的孟赫棠 丸云平三个人的合作 是他今年第二次登台说相声 而郭麒麟跨界不说相声 最受影响的就是搭档颜鹤翔了 从2018年起 颜鹤翔就时常一个人在小剧场说单口相声 还在闲暇之余替郭麒麟管着德云四队 在寡妇失业的同时 也是十分敬业了 由于郭麒麟跨界的原因 壮壮有机会 就会带着自己最爱的布朗雄 去往各地旅游 郭德纲曾经开玩笑说 颜鹤翔总是出去玩 但自己还是要按月给他发工资 怎么算都是自己亏了 颜鹤翔另一个身份 很多人都不知道 颜鹤翔除了是郭德纲的相声弟子 还是他评书门里单拜师的徒弟 壮掌颜鹤翔 在德云社还有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名字 叫做颜锦鱼 这也代表了他在德云社的另一个身份 曾经有一次风箱表演中 安排了颜鹤翔的单人评书节目 接一场群口表演 事后郭德纲解释说 虽然挑战性大 但颜鹤翔完全可以做到 颜鹤翔也是唯一一个 开过评书专场的相声演员 正是因为颜鹤翔自己对评书也颇有见识 所以在郭麒麟闯荡娱乐圈的时候 他自己开始说单口 难得的是 虽然评书和单口相声 比起对口相声 没什么优势 颜鹤翔还是能让前来听评书的观众 感觉自己说货满满 嘴上说闹离婚 实际在默默守护 前不久 颜鹤翔在演出时 表示自己跟师傅郭德纲 提起想要换个搭档 却被郭德纲 一让他等着郭麒麟为由挡了回去 我说您这个令狼啊 保护工作 我这确实也受影响 要不您看我就自个儿 我再找点什么事啊 我再找个搭档 我师傅说那不行啊 你得给我儿子少人啊 咱们家族企业 这不是你想 我这卖一只就卖一只 虽然这只是师傅之间的玩笑话 但也可以看出 颜鹤翔对于郭麒麟事业的重要性 不过 郭麒麟长时间不回去说相声 对颜鹤翔影响还是很大的 近日 颜鹤翔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日常 他写道 在坐出租车时跟司机聊天 司机以为他是去德云社听相声的 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他聊着天 却在他发出一条大礼貌 我最近在收单口的运营后 车里变得很安静 这样的糗事不止一件 虽然大多数人都把他当成笑话看待 可也说明 说单口时间久了 颜鹤翔逐渐远离了大多数人视线 观众只知道少班主郭麒麟 却不记得他的搭档叫什么 这对颜鹤翔来说 也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 但他虽然时常拿着寡妇失业的事情 开郭麒麟玩笑 却从来都没有真的想要和郭麒麟拆伙 这大概是对于喜欢祥林粉丝最大的安慰了吧 颜鹤翔还说自己只给姓郭的捧根 更是说明了即使现在郭麒麟的事业重心不是相声 两个人还是会搭档 对于郭麒麟来说 娱乐圈混得再好 相声才是他的老本行 不论什么时候 他都不会不参与德云社的相声演出 颜鹤翔是郭麒麟的搭档 更是他生活中的大哥哥 两个人即使合作的机会少了 但是关系却不会因此带了 虽然两个人合体机会少了 但他们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现在粉丝们都希望 小林能够合体说相声 毕竟在台上说相声的两个人 才是粉丝们最喜欢的样子